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195集 吃完饭 鱼醉扶着盘山的鱼满堂 告辞了众人 那我先走了 还要到果品批发市场 看老爸的果饭的总行呢 上车坐定以后 鱼醉得意地看着 副驾上的老爸说着 爸 我给你名警笛开道咋样 成 爸也当回领导 这么牛逼得多少人恨呢 你说 老鱼欲红着脸 享受地说 鱼醉开的车 果真明着警报 绝尘而去 后面的哥仨 真没想到鱼醉真敢 噎了半天 话没出口 下巴掉了一地 这爷俩 我怎么看着像哥俩 念念父子赛兄弟 就搁这来的 我要是有这么个 可了劲给我买房的爹 我可啥也不愁了 三人坐到车上 许是颇有感触的缘故 听鼠标说着老鱼小鱼的意识 还没走电话来了 鼠标的电话 一看号码吓了一跳 是刘队长的 你别说话 鼠标赶紧让两人安静 接通了电话以后 开始车晃 刘队 对 我去不了 老家来了一个人 我得接下去 不是您不让我们出钱吗 我们想着 回来好好反思一下 这家伙 翘了班还在找理由 电话还没挂 李二东的电话也来了 他拍门下了车 对着电话说着 探哥 啥事 我在哪 输液 真的 不骗你 这两天 西伯利亚寒流吹得 多少有点感冒 输液都得排队 比公交还紧 我有点晕 一会儿再给您回电话 这信号怎么这么差 我先挂了 扣了电话 李二东滋溜一声 钻进了车里 狐疑地说着 不会又有事了吧 老狗让我回去 刘队怎么也让我回去 这几天都不带打理咱们的 不能回去 检查还没抄呢 好像不是检查的事 我说我才深刻认识 认真检讨 老刘说不用谢了 让咱们滚回去 许是有什么统一行动了吧 我送你们回去 骆家龙喝了没几口 灌了半瓶矿泉水清口 估计没事 骑动着车 一路朝雾城路 反爬队来了 猎爬系列报道之五 消失在医院的魅影 大副标题的报纸 摆在刑侦支队孔庆叶支队长的办公桌上 今天的报纸 他正饶有兴慰地读着 读到兴处 大口大口地喝茶 旁边的孙天明已经蓄了三回水了 他都浑然无觉 这个报道 相比案情实录 自然要操了一点 不过经过记者的妙笔 可比那些干巴巴的公文有意思多了 老伯毛大广被形容成了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瘸贼 手下这帮贼众也个个是身怀绝技 否则你无法说明什么人搞了那么多贼赃不是 几台车 成套的作案工具 挥霍剩下的现金 以及老伯鞋里腰带里藏的黄金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干得真漂亮 这比你们搞个凶杀大案子还有正能量 一方面对外树立了我们刑警的形象 另一方面也能唤起全社会的正义感 好 写得好 干得也好 小孙娜 咋还让你站着呢 坐坐坐 叫你来 我有个想法 孔志笑着 看孙天明有点谦虚地坐下 他敲着报纸直说了 你说这个真是反爬队长呢 孙天明异样了一下 知道支队长顾虑在何处了 路面犯罪是个跨界责任 轻一点是治安 重一点是刑事 那个反爬队也是个边缘设置 名为刑警 不过归治安支队同管 否则就不会大量使用邪警了 一念至此 孙天明很严肃地汇报 没错 确实是他们全程搞的 我们多少寻暗忙着呢 肿瘤医院这波贼 搅得我们头昏脑炸 不得已把他们请来了 没想到 普遇中请来尊真扑散 这个 这个也无所谓嘛 天下警察一家人 没有什么门户之间 再怎么说 也是你们三分局直属大队 审下来的吗 不过主要嫌疑人 是他们省下来的 不能反爬队这都成全才了吧 刘兴兴是个没地儿去的老人 不能修炼几年 成精了吧 孙天明跟着支队长笑了笑 把大致情况讲了一下 特别是抓人时机的选择 审讯巧妙地抓点 让支队长眼睛又治了几回 此时孔支队长甚至不相信 这是景孝能培养出来的人物 这样 小孙 我把我这个想法直接跟你说 征询一下成不成 我觉得 这几个人放反爬队 取材了 实在是取材了 你觉得呢 有点 对嘛 你出面 把他们戒掉到你们队 手续呢 我想想 随后办 戒掉 本来可以直接掉 谁知道有两个邪人 摊上点事了 不好明掉了 另一个叫什么余醉的 刘青青居然敢抗命 不放人 我一查三人的工作手续 这三个人的手续 居然还在市区人力资源部跨着 他没事了 这个余醉呀 好像先前 在特警后勤装备处待过 应该有两把刷子 我觉得是个人才 咱们一线 就缺这样的人才 孔庆叶支队长很是稀才 看样子 是真的很可惜 这样的人才埋没在反爬队 这后趋利八拐地搜主意 何止两把刷子呀 孙天明不敢忤逆支队长的想法 而且他看领导高兴 把自己窝了好几天 不敢说的要求 小心翼翼地提了出来 孔晨 这个事我去办 那个 就是有点小事 能不能 直说 许可范围之内的 什么时候没满足你们呢 能不能给我们云辆车 车 上半年 我刚配过八拐车辆 又不够了 不是对力不够 而是对半没车了 你的车呢 嫌不好 小换 不是 输了 孙天明决定直说 这个领导嘛 都有点恶趣味 心情不高兴了 文具都不给你批 一高兴了 经费全给你办 输了 谁敢一辆警车 开出去兜风啊 就反派对的 那个叫鱼罪的 当天我们习同伴 抓会二十几个嫌疑人 他和我打赌 说五分钟 审向毛大广来 我不相信 就跟他赌了 五分钟 支队长一惊 伸了个巴掌 展开了五根手指头 这几乎是 拖出行真正常思维的事了 然后呢 然后不到五分钟 他就把人拿下了 孙天明 把支队长给震惊了 他一摊手 车的去向明了了 自然是反爬队的 给开走了 支队长愣了好大一会儿 然后仰头大笑 笑了半赏 脸色一整 一指孙天明 孔之队长笑不自胜了 孙天明的一块石头 也放在心灵 倒不是缺车座 而是这件事情 终究得放到台面上 现在看来没事了 他保持着 恭敬的态度 要准备告辞的时候 支队长的办公室 电话响了 一看号码 省厅的 八成是上级来电 孔之队长随手拿起来 恭敬客气地问候着 李处长 有什么指示 再怎么说 您是上级嘛 不用指示 用哪个词 反爬队啊 理论上归我们管理 不过主要是 治安上管着 他们队长叫刘星星 副队长叫郭永强 去那儿 直接说嘛 我进去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最优秀的 侦察员介绍给您 孔之队长这回急了 放下电话 起身就走 走 站好 你和我一起去 这群毛贼 居然把外宾的 贵中公品偷了 这事捅到省厅了 省外事处 李处长亲自下来了 还有省委办公厅的领导 这事很敏感 千万不能答应 对了 小孙 反爬队这几个小子 成不成 名声都到省厅了 李处长点名要找他们 孙天明点点头 眼前闪过那张貌似忠厚 实则奸诈的脸 他也不知道 自己何来的如此信心 没问题 别的不敢说 抓贼 绝对信 赶紧安排车 去反爬队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